另外美國韓國兩國 現在正在進行 夏天內形成的演示 對日開始到過程 美國美軍這麼剛成立的太空軍 現在也有這次 也有加進演示 博特是要做動百分的海警攻擊 這麼剛好 在演示進行 韓國輔助電腦 兵器電腦的包裝 就真的去尋找百分的海警攻擊 自韓至自日的美軍 每年都會跟韓國留海軍三軍進行聯合演示 演示的名稱也經過過度改變 將總統川普時代為了安部北韓 比面協物危機 原來會一支自由為數演示不停辦 所以新冠疫情 提出演示的規模就好多求水 拜登未來 由日空二十年開始 改名一支自由一頓 根據聯合國現象 以韓國國軍跟自韓美軍 為主帖的聯合國司令部 以及十多個國家是會員 按照美國的公法 這次除了美韓兩國以外 以及英國法國頂部份北約的會員國 亦告牛由泰國和會員 這次的阿泰民國參與 當時美軍為何讓新生館 加入日空二三年度的演示行列 外電報道資訊 就在演示程中進行 有著議員電腦的韓國保障 好情像叫北韓用 中夕遊行這方法的海客攻擊 除了科技的海客攻擊 北韓占對美國主導的聯合演示 在日一天一天 發佈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視察北韓海軍七色飛檔的消息 飛檔讓名叫金七三號 根據北韓光公報的商品 也跟中部設定美國地区 北韓三十八度算 在日空一十年的情報分析 做發洩八台的軍籃 是日空一三年九七 北韓海軍上新型的南波及浩的籃 但是發洩的飛檔 可能是改造五路樹 KH35 翻南飛檔 社廷跟威力相當是美國的 飛車飛檔 飛檔七色一期 北韓冬尾鐵並沒有說明 公司新聞七家人便約